今次的火星逆行雙子座預言系列會有很多輯 我暫時未知多少輯 但起碼六輯都走不掉 因為資訊量實在太豐富 大家過往都知道我的影片太長 太多資訊 有些人就投訴太長 太沉 怎樣怎樣 由一個受眾的視頻 可能在這個速食的世代 太長的東西大家都沒有心機去看 同時我想一下 由我這個製作者的視頻 如果要做一些很長的影片 其實我要耗費很多的心機 我的製片工具又沒有那麼延長 又沒有那麼大的容量 那不如我想一下 不如我做很多不同的Bite Size 就是每次為大家吃西餅 吃西餅 好過一次過整塊大蛋糕去收拾給大家 那我都覺得這個辦法應該會好過 可能我一做就做兩三個小時的影片 那所以到現在 就希望大家又不要嫌回頭 哎呀 為何把影片搞到散散零零亂 在那邊斬件上了 OK 因為都說了 小西餅是易入口的大蛋糕 那為何今次的資料會這麼多呢 那個素材原來都是包括了一個本年的回顧 升降回顧 就看看我今年有什麼地方是說中了 讓大家可以前事不忘後事之思 君故之身 其實說真的 早在一月的時候 今年的一月底 我已經是中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去年 2021的尾的時候 我已經是做2022的預言 記得嗎 那時候有五部分的嘛 那些很長的影片 然後踏入了今年 2022一個月都還沒完呢 嘩 中了很多東西 我記得有幾天是有五樣東西是中了的 但是我那時候 唉 我那時候有懶惰 其實我本身那時候就想出一條片 在那裡讚賞自己 但是那時候有懶惰 然後就一直拖拖拖 打算2月去搞 然後又3月 然後5月又停了算命隊 然後7月又工作坊 然後搞到現在呢 先做一個本年的占星回顧 OK 即使你說我認屎認屁 但是說真的 我說中了 我有什麼不可以認證 我又不是在做雙天太理的事 我又不是偷拍鬼片 是不是 話說 在8月9號晚上 我上了去賣寶宮房貴壇2.0 那個節目特色叫大時代 在這裡說香港的樓價 然後我那時候說 然後就有個留言者就說 你現在在說當然是 我們哪個見不到 但其實可能他不知道 他可能沒有看我那些東西 其實香港樓價那些語言 我早在2020已經說了 所以大家明不明白 我要清理我的名字 我要跟大家去表明 原來這些東西 我不是事後很明白 我早就已經說了 但同時我又想說 也有另一方意見 最近就有些人走來我的頻道 搞事 我已經立即封鎖了 就說我在那裡有什麼 應對那些東西 然後呢 在我 Anyways 又有些影片 那個留言 我就沒有刪除 我等他留在那裡 等大眾去判斷他 他就說 你講語言就講語言 你之前就不用在那裡 那些什麼好評如海嘯 其實他不得我 最好是每天免費 吃成是打電話 去跟他講聲音 給他提示 想想這些人多自我 中心多自事 然後你想想 為什麼 性反雙方都有意見 有些人 如果你之前不去 講自己有多準 他就說你在那裡 事後恐明馬後炮 如果你說自己有多準 那些人就說 你在那裡認識 或者浪費他們時間 其實 那個共通點 是什麼呢 這些人是 Haters 然後我就忽然之間 訪言第五 我真的覺得 Haters gonna hate 不過同時都阿Q 精神安慰自己 不招人道是容財 所以 我現在是會明正言順地 去回顧 啊 究竟今年有些什麼 升障 升障是趕準了的呢 還有最後 真的想奉勸 Haters 一句 你們真的很麻煩 即使做不到如徒 的朋友 可以去學懂 去感音別人 去多謝 去祝福別人 但是 起碼 If you can't be kind at least be quiet 如果你們的口 是說不到美麗的語言 你們的手 是打不到一些美麗的字句 那就麻煩閉嘴 還有不要動手 上年年尾 就出了一條片 叫做 《塔尖暖銀星盤分析2021冬至》 在15分16秒 就開始說 啊 全世界的山石 泥土 或者是人造的 一些高樓大廈 就會有一些落下跌的狀況 甚至 都提醒大家 如果去到一些高的地方 都要小心失足 不要跌倒 或者 如果有一些是刻意的行為 就是很多人會去跳樓 OK 甚至我懶滿到 連地陷都說了 那是真的發生了 就是在今年2022的1月 很快應驗了 還是在香港 你想想香港幾可有 聽過地陷 然後呢 同樣都是在1月 記不記得在外國 是不是巴西 忘記了在哪裡 我記得是一些 類似 拉丁美洲的朋友 或者是巴西 有些人呢 他們在泛舟湖上 然後 那個山 山 倒了整個大石 還摘死了 那些人 記不記得 所以我又很快 再出多條片 去認真提醒大家 那條片 就叫做 2022春婚前保命錦囊 通通我剛剛說的 那些片的連結 我會放回 這條片的 影片 description 或者 comment section 都會一起放回 OK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重溫 所以我也都常提醒大家 出街要擔天網地 眼觀四面 異聽八方 然後呢 之後我還說 如果是一些 人造高樓大廈 一定是人造 高樓大廈 如果是高樓大廈 特別要注意金融 金融的 即是那些中心 果然 觀塘的雲理金融中心 是跌玻璃的 然後很慘 我甚至有客人的女女 在滾卡床上 後面跌倒下來 就跌傷了手肘的骨 骨 骨折 同期也有七人車 墮飛鵝山坡的事件 然後有女兒和繼父 我相信這個新聞 都很多人還記得 因為深刻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新聞經常強調是去繼父 繼父跳海救過女兒 但都不幸喪生 OK 還有那一陣子是一月 好多好多人跳樓 好多人跳樓 好多人跳樓 麻煩你走路要丟 因為一些山泥土石會發生問題 RICH 巴西 是啊 我都很變 那個岩石整個 那個懸崖 那個懸崖整個倒下來 那些船就是走不折的 我想你一輩子都不會有倒 都不會想著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是西貢的朋友 或者是外海的朋友 要小心點 我平常聽完事情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冰山大村 如果是倒下 他們會令全球水位上漲 可能有水災 不知道會否能夠 不知道 因為說真的 星象看到的是這些 是不是會影響全人類 就是全世界每一個人 不是 但當然你其實 小心點 剛剛說的是自然雲 但會有很多的 就是建築物想 或者是墮樓 你試試去Google 大家新聞墮樓 很多墮樓有東西開始 所以 你說怎樣可以避免 你走到鹽泓底下 我真的開始 我走到鹽泓底下 我怕有些事情會想起 想起一些事情 接著在2022語言 Part 2 of 5 就是椰菜腳封面 那條片 已經說了 今年是超級雙魚年 所以很多地方都會有水災雨災 果然 韓國經歷了80年來最嚴重的暴雨 大家還記不記得首爾的自拍藍? 然後是日本的青森縣 但是竟然 塞翁、塞馬、煙絲、飛福 對香港竟然是一件喜訊 接著最近大家都應該記憶猶新 就是阿富汗、巴基斯坦那些朋友 都是泛南城災 甚至塔利班政府 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援助 然後根據圖中的報導 巴基斯坦洪災 如3千萬人受災 然後我們的偉大祖國 又去送一些救援物資給人 真是很優勢 我們的偉大祖國 當然不少得 年頭 政府高層的窩女內鬥鬼打鬼 我經常都說 政黨鬥政黨 記不記得 但其實說真的 我早到在全球華人之水 知道的三個預言 那時候已經說 今年會發生這些事 詳情你們也可以去看那些連結 但是 當然我每次想怪談 我都會一再重新去批發生給大家 早幾天 大律師何先生 在開直播 他笑死了 我覺得這也有點像 那種對象的未來 這個我上來已經說了 總之在水平上 我不是說過 人民鬥人民 政黨鬥政黨 政黨鬥政黨 我不是說過 那時候你和廖長很開心 因為我們說 終於他們已經鬥走 他們一直想鬥的人 當然是這樣 這個是正常的 我上次跟他已經說過 如果你是在一個地方 你結盟的話 你一定要為一個敵人 當你趕走那個地人 大家就開始疑心 然後就會對付對方 這是無習通思想 你都要進行階級鬥爭 沒錯 沒有亞視之後 你就變了亞視 回顧完小小本年的升障 現在就來到最興奮的部分 多得這個火星逆行商 我們要小心點什麼 今天這個 Part 1這條片 我先講一些比較重要危急的語言 那就不去講太多理論 去解釋火星逆行是什麼 去那些發生的法律 雖然我 skip了 我 skip了那麼多理論 但是你都不可以知道 這個火翼雙子的那個期限 原來就是 起碼由你現在聽這一刻開始 但是其實它再早點發生 直到去 下年2023的1月12日 甚至在保險起見 再長點去到3月中 都要小心 一切火翼雙子的危險 第一個危險 是什麼的危險呢 是學生哥的危險 我製作和上載這條片 是在今年的9月7日 然後剛好在今早上 呂伯瑞被林洪友 這些就是完全火翼雙子的體驗 當然我之前當然不會說明 呂伯瑞 當然我當然不會講到學校 如果我講到學校 警察馬上來抓我 我肯定就是那個預謀者 但我也不會想到林洪友那麼恐怖 但其實我之前說的預言 我之前也提過一點 最早 我想說最早 我講任何關於火翼雙子的東西 是在那個2022預言 part 4 of 5已經講了 Wish大家現在不妨看 螢光幕的右上角 我可以放一個QCard 去給大家找回 上年2022預言 part 4 of 5那條片 好 那就言歸正傳了 但其實這些校園的麻煩事 我之前其實已經是暗示過 GC馬跡 或者都不是暗示 都是明示過的 例如呢 在今年的8月6號 我只是在Facebook就出了一個post 就直接是tack了教育局 什麼獎 教育處 教育團局 就是教什麼的獎 蔡若蓮 我甚至是說 希望其實接下來 香港的教育課程 將急救獵入必修課 這個post 我只是在Facebook才有post 大家都一定見過 如果有看Facebook page 然後那個反應都很大 為什麼 因為我最後下面說了 不久後 雙子座火星易行 我很擔心些 在學小朋友 是啊 完全就是學校學生 會發生事故 然後呢 知不知道我開口中到飛機 我又不可以叫開口中 但是很related 因為我8月6日呼籲 香港的課程 烈急救 入必修課 然後在那天之後 我想是一個多星期的事 竟然在上網有新聞 說呢 香港有些學校 是真的把 什麼 心外壓 或者用那些 電擊那些器 把它列入了體育課 是有兩間學校 是不是 都是那間學校 屯門佛教瀋香霖紀念中學 這間學校 真是有先見之明 當然啦 還有我8月9日上 即是脈補工房節目的時候 我也是 開宗明義 講明 學生會遭受到很多的攻擊 學生哥的問題 學生就會有很多的流血意外衝突 首先可能是欺凌 講多一次 這是課全世界的 學生欺凌的問題 或者學生有一些無端端 突如其來的火爆意外的東西 可能好像以前那些 8、90年代那些 兩間學校那些年輕人 打架 可能放學就去開拖 這些東西可能 在頭條都會見到這些 或者我忽然想到 一件很慘的事就是 不知道八仙嶺的事情 會不會重現 因為都是學生哥 因為火災 但是今天來到這條片 不妨講多些 那些什麼學生欺凌 或者是自殺 校園意外 校園火燭 那些放學就 或者是消息的時候 在群體打架 OK 之前講過 還有我都不會講什麼 校園暢擊案 因為說真的 美國這些事情 每年都發生 如果我現在講 在大包圍 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不如校園火燭 這回事情 或者是校園其他的血案 或者是校園裡面跳樓 或者好像以前 陳佩那部電影 是不是叫 《瘋老正傳》 然後進去幼稚園 去挾持著小朋友 這些事情 如果發生的話 比較冷漫了吧 還有記住 這些事情是適合整個世界的 不是說只是香港 也不是說 特別是美國的 是全世界的 接下來都相信 會有很多這些 這樣的新聞 OK 還有記住 當然你說 怎麼去避 如果你有小朋友去上學 你已經提醒他 要懂得去保護自己 還有記住 不要玩門 有時候他們放了門 或失去手指 然後誰就裝門 OK 接下來 特別在這些學習校園的環境 OK 斷手指 甚至整個手臂斷了 總之手這些部分 或者口 其實手口肺 OK 不過你可能弄到別人的肺部 除非你一些很恐怖的力氣去襲擊別人 或者口 不知道誰的同學打爆別人的嘴 或者真的去夾斷別人的手 OK 這些事情要非常小心 如果你說 我父母上班都很辛苦 我哪裡管得那麼多 有時候這些事情 真的叫做天生天養 或者信應天命 是不是 還有真的 說真的 你小朋友回到學 你真的想不到 好 他們作為學生哥 你想不到 但是如果他們在家裡 你管得到 是不是 所以我想說 任何在學的小朋友 雖然 特別在學習的環境 要特別小心 但是回到家裡也要小心 還有 兄弟姊妹 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有兄弟姊妹的 那我剛剛以上說的 所有的事情 特別小心 OK 還有真的 在家裡 兄弟姊妹 打架還打架 不要 就是 大動光火去 傷到對方的手 口 還有不要玩悶 OK 夾身手指還有 這件事很重要 如果 閣下的兒女 即是兄弟姊妹 有雙子座 和獅子座 OK 特別是 如果他們是 那些 三四五六七八九月出生 OK 如果是 雙子 雙子的話 就會是六月 三四五六七八九 如果是獅子 就是八月的 三至九號出生 喏 這些兄弟姊妹 接下來你最好分開他們 不要讓他們玩那麼多 如果不是他們 就 輕質口角吉而動武 嚴重的話 健紅 甚至有些什麼名案發生 都有致的 我是說真的 OK 那 所以同一道理 那 即如果 如果我當你有一個 雙子 那他是雙子的 那你 那你 你叫他上學 不要跟獅子座的朋友玩 不過就算了 他怎麼會認識別人的 什麼時候生日職 是不是 他都未必在乎 那同一道理 即是理論還理論 那你怎麼去應用 OK 那你管得多少 但起碼如果你在家父母 如果你有兒女 分別是雙子 獅子 以及尤其是我剛剛說的 那些日子出生 你真的小心點 他們的 互相 OK 還有 其實是有趨吉避空的辦法 但長城就去找我做 個人的服務 OK 除此之外 我們接下來全人類 有什麼要注意呢 那你說沒有 我沒有小朋友 那我不用怕 好 但你還是要怕 就是一些大型的器械 例如 又是今天 9月7 安達神道 有個地盆天正 就突然塔下 造成 一死七箱 OK 這件事都關火焰箱之事 特別是一些 會將你去運送運輸 將你空間轉移的器械 這些東西大家要小心 那我們日常生活最多會接觸到哪些 我給大家去 給5秒想想 5 4 3 2 1 好 就是 搭升降機了 OK 我相信 例如 我當機場那些 平面那些 或者是地鐵站那些 那些 那些你不用怕 但是 如果你說升降機 你起碼都捉住扶手 是吧 免得像前浪途方 那件事 但如果 直接去到 不是 如果是 扶手電梯 你就捉住扶手 就免得像前浪途方 那件事 但如果你最後去到 Lift 我們常常搭升降機 上上下下升降機 那些 你說被無可避 難道我不搭升降機 如果 我當 你都盡量可以避 我當如果你住3 4 樓 那你不如走樓梯 你可以順便做運動減肥 對身體都好 一舉兩得 但是我住40多樓 或者我回公司 摩天大廈 走樓梯玩嗎 那當然 我知道這件事 都 秘無可避 但你說是否完全是秘無可避 那又不是 例如 那你大廈做連檢 會不會有些東西延遲了 會不會拖拖拖拖 還未做連檢 你可以問一下管理處 你們那個連檢 或者是否做快些 那這些東西 你便叫做盡人事聽天命 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 我會說這些星象 會發生甚麼事 那那個Solution 就是最後你要怎樣去應用呢 那不要甚麼都師傅教 甚麼都師傅講 你自己都用一些智慧 那我都會 當然我都會try my best 去跟大家講一些甚麼 應對的方法 但是我想不到的話 就不代表是全世界沒有辦法 那你可能聰明過我的 那你便不再去想 OK 還有 其實綜合 我剛剛以上講的那些東西 小朋友的學生 還有這些器械 我們亦都可以想到 一些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 的器械 就會容易出現我了 即是甚麼 海馬公園 滴滴離那些 OK 那這些地方都 儘量避免不要去那麼多 好 Part1在此完結 我們待續再見